分数的加减运用 一盒凤梨酥有十二块 浩浩分到了十二分之二加十二分之三盒 到底浩浩是分到了几分之几盒呢? 我肚子好饿 妈,你有没有带什么吃的? 我也肚子饿了 妈妈带了一盒凤梨酥 我们就吃凤梨酥吧 耶,我最喜欢吃凤梨酥了 嗯,我也喜欢 我数数看哦 一共有十二块凤梨酥耶 我能吃几块呢? 嗯,乐乐就吃这盒凤梨酥的十二分之二好了 哦,那我呢? 红红吃十二分之三吧 那我可以吃十二分之五吗? 嗯,浩浩比较大 可以吃十二分之二加十二分之三了 嗯,讲了一堆几分之几 我都听不懂 到底十二分之三和十二分之二哪一个比较大? 嘿嘿,我已经学到分数了 十二分之三当然比十二分之二大咯 嗯,那刚刚妈妈说的十二分之二加十二分之三呢 十二分之二加十二分之三就是十二分之五啊 分母都是十二,只要把分子加起来就可以了 嗯,红红的分数学得不错哦 嘿嘿,我们刚刚学到分数的加法跟减法 我觉得很简单啊 唉,你们就继续讨论数学吧 我肚子可饿坏了 我要先吃凤梨酥咯 啊,你们还没有告诉我 我到底可以吃几块凤梨酥啊 哈哈,来,这是你的凤梨酥 赶快吃吧 哦,原来是两块啊 嗯 各类统计图表 爷爷想借图书馆的书回来看 厚厚拿了一张图书馆书籍的统计图表给爷爷参考 爷爷到底会选什么样的书呢 好好啊 你如果有空 可以到学校的图书馆 借一些书回来给爷爷看吧 借书 好啊 这是我们图书馆各类书籍的统计图表 爷爷要借哪一种书籍呢 什么是统计图表啊 这跟图书馆的书籍有什么关系呢 统计图表啊 是一种经过城里分类的图表 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数量的多广 知道图书馆的统计图表 就可以大略知道书籍的种类啦 哦,这样啊 看来你们学校的书籍比小书类最多 名人传记的书籍最少啦 要怎么知道哪一类书籍比较多呢 嗯,而哪一类的书籍又比较少呢 你看,这张统计表上面 科学类的书籍有3428册 史地类的有2768册 名人传记只有980册 儿童绘本有1520册 小说类最多 有5830册 原来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有那么多书啊 哦,不会吧 你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有那么多书啊 我下课时间都在玩 没有时间去图书馆嘛 阅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不仅可以增长知识 还可以让你的作文能力加强哦 哦,好嘛 以后有时间 我一定去图书馆借出来看 爷,你还没有决定要借什么书呢 对 嗯,当爷爷借金庸小说吧 金庸小说不仅有生动的小说情节 还加上历史背景 古代生活环境的描写 是一部难得的好小说呢 嗯,明天啊 我就去帮爷爷借书 太好了 爷爷在这里 先谢谢浩 我要上小学了 堂堂今年要上一年级了 哥哥浩浩 趁着开学前 带他去校园里头参观环境 哇,这里是哥哥的学校 这里的操场好大哦 对啊,这里以后也是堂堂的学校哦 国小里的玩具、教室 都比幼稚园里的大很多吧 对了,那边有溜滑梯 你要去玩吗 嗯,不用了 那国小会有点心吃吗 哎,你想的美啊 在国小里是没有点心的 而且会发很多新书 每天回家也要写功课哦 啊,怎么这么烂啊 我本来很期待 但是,在小学里 你会认识更多的朋友 老师和学习更多知识 变得更厉害哦 所以不要难过了啦 堂堂会长大,变得更懂事哦 妈,我要先回教室了 等一下下课的时候 哥哥再来看你哦 你要乖乖的哦 堂堂啊,你找到座位上的名牌了没有 啊,在那边 现在你自己乖乖走进去做好 妈妈会在走廊上看着你哦 嗯,哎,萱萱,原来我们同伴啊 真是太棒了 哈哈,我好高兴见到你 我刚刚都看不到半个认识的人 快点就要哭了 堂堂,我们要一起玩做好朋友哦 好 妈妈,今天我上学 认识了很多小朋友哦 而且老师都说我们很乖 真的啊,那你们都好棒啊 妈妈等一下回家做你最喜欢喝的奶茶奖励你 你看,我还有好多新书哦 回家以后可以请妈妈帮我写名字吗 好啊,我们一起在新书本上写你的姓名 然后包上漂亮的书套 耶